他还在这看你 还拿手机拍呢你还在这你 赶紧回家 别跟我学啊 你跟我比不了 我在我们家 我一言九鼎 我说了算 我媳妇什么都听我的 我想什么时候回去 就什么时候回去 怎么的 小月 妈呀 到点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哎呀 我回来了 哎呀 这一天忙的 太累了 哎呀 先给你 哎呦我的天 哎呀 哎呦腰酸沸腾的 哎呀 顺风回来了 哎爸我回来了 哈哈哈 爸你坐 哎呀 你坐你坐你坐 哎呀 这个顺风啊 哎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 啊你说你说吧 借我五千块钱呗 哈哈哈 爸呀 你管别人借钱 能是这个态度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哎呀 哎呀 再说一遍 哈哈哈 借我五千块钱呗 哎 来爸你站起来 来 哈哈哈 来来来 我问问你 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的也太严了 嗯 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 别打 别了 抗争啊 哈哈哈 反抗啊 来来来 爸你看 你看让金黄林君看看咱俩往这一站你是块头子比我大撒 哈哈哈 有点男子汉膝盖都没有 哈哈哈 你看 金黄林君们都了解我 你别看我个小 脚趾头缝里都是男子汉的气盖 哈哈哈 行了 好好琢磨琢磨啊 你别整他没用的你接不就有钱 哈哈哈 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呢 你借钱干啥呀 二狗子 二狗子咋了 我在小区没说开水果超市吗 啊啊啊 上货没钱了 等咱倒个短三两天就还 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怎么老借钱呢 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 哈哈哈 这倒是 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 人家有借有还 对 行行行行 我信给你 哎 爸 哎 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哎 这是我的小金库 哎哎 千万别说啊 别说金库 哎呀 爸你站好了 咋的了这是 闭嘴 把手放下 小金库 男人必须得有 真的吗 有的时候啊 老婆高兴了 他能给你 老婆不高兴 他是啥都不给你 爸现在跟妈要点钱是真难啊 哎呀 来给我吧 给我放呢 你啥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就你给我爸研究金库的时候 爸你做 媳妇你做 哎呀 媳妇 那个是 这不研究金库呢吗 嗯 我这公司啊 是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咱们公司那几个保险柜啊 都装不下了 我不上门啊 我就想买个金库 买个金库呢 这不差五千块钱 给爸借五千块钱 啊哈哈 你俩那么难吃啊 啊 我天天看着保险柜 我不知道啊 你那保险柜啥是装曼锅呀 是我把钱哪来的 啊 这五千块钱是我借爸的 对 是不是借我的 哼 到底是谁借谁的 东北话还听不懂了 我 借爸的 您在借爸 是你借给我爸的 还是我爸借给你的 哎 不是你这孩子 怎么这你爸借点钱 这事还得你批准吗 我爸爸 你看你要用钱的话 你跟我说 我直接就给您拿了 关键是我跟顺芬有约定的 他要往外边借钱 他必须得告诉我 没往外借 是是 爸借给我的 我我我借给他的 钱 我的 那你借钱干啥呀 买金库 买金库你也不信呢 爸呀 我我我干啥呀借钱呢 买金库他要不信 你就说点别的 我咋知道啊 二狗子吗 不是二狗子吗 那个什么 嗯 二狗子 超市上货 这不是那个就是没有钱了吗 就来找顺芬借钱 赶着顺芬没有 完整还有我有这五千块钱 然后我就拿这给他了 我借他了 妈妈 哎呀 那这钱是你的呗吧 对我的 行 妈 二狗子 妈妈 二狗子 妈妈 二狗子 不是你那孩子这毛命得赶 有点事就喊你妈 你妈好使啊 我告诉你今天 说权师傅 咱俩就打个样 你不是说男子汉 乞丐吗 今天我让你看看 你爸我也是个男子汉 看看 这钱我不借了 还你吧 方方 站起来 显示你的男子汉气概 不是 你让我站起来就站起来呀 我现在腿有点软 我歇会儿不行啊 看你能死出呗 哎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听得清清楚楚的呢 不就是要接二狗子钱吗 跟我说就完了呗 你至于防着我吗 金国英雄 哎呀 太明白道理了 这我媳妇 爸呀 哎 来吧 嗯 快点这 借给二狗子啊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媳妇 这叫男子汉气概 我看你这个男子汉有点可概 哎 还气概的 行啦一会儿给他送去 哎呀 媳妇 我公园溜达溜达 你给我回来 放 行 我问问你千川芳 哎哎 还有没有背着我往外边借钱 没有了 我发誓 真的没有了 那要是骗我怎么办 我要是跟你撒谎 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谁 谁 谁放炮去 什么放炮啊 雷雷 看见了吗 撒谎吗 撒谎老天都都激眼了 批你呢 批你呢 外边阴天下雨呢 打雷呢 你个 这 你不信我再说一遍 肯定没事 我发誓 我发誓 没撒谎 我这玩意 这我咋还掉雷区里了呢 这还 我那 而且我 不是 哎 早上大姐给你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戒条在你兜里 这给你洗了 来 什么玩意儿 咋的了 别胡说 我身上哪来的戒条 我从来不 不戒条 这啥呀 你当我不认字 就白纸黑字写着 你借王叔两万吗 我 行了 拿来我看看吧 来来来来 写着呢 行你啊 钱润芳 钱润芳 我再给你个机会 你要再不说实话 我要雷进屋屋皮 我让雷进屋皮你 你行 别别别别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这不王叔前一段 这不要出远门吗 身上就是没有足够的钱 这不借记让让 我借给他两万块钱 你这两万 我给你 实话吗 还就给我 这句话我要是撒谎 天上的雷劈了我 哎 可是不是应该有雷声吗 没有雷声的话就说明他没撒谎 行 你看看这边有日期吗 应该是今天 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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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的好消息啊 我要创业了 是吗 你没干啥呀 我准备投资两万块钱 从沈阳捣弄点水果 到海南去卖 如果发展好了 我再从海南捣弄点海鲜 到大连去卖 如果我的事业做大做强了 我再从大连捣弄点煤 到山西大铜去卖 咋样咋样 不是 毛好气啊 那你咋不如西塔捣弄点辣白菜 你上盐边去卖去呢 这好 这好 拉倒吧你 我还不跟人都说你倒霉呢 你在这倒霉 倒霉透了你都 你才倒霉呢 小米烈 以后我挣钱了 我就娶你 你娶我呀 我娶你的吧 成不成功不在于我 在谁呀 在于你啊姑父 我有啥关系啊 换我钱呢 我还你什么钱 去年你不拿吗 换我一借两万块钱吗 你得换我呀 你打住吧 什么我管你爷爷借了 你爷爷管我借了两万块钱 不是怎么 我这儿还有你的借条啊 我也有借条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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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还怎么的 这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吗 小米烈 啊 你们都听着 姐妹邻居们也都听着 我念念 他家伙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钱顺丰借王富贵两万元钱 以此为证 怎么的 有毛病吗 有毛病吗 怎么的 这你是真是欠言王鼠两万的 不是 不是你们这个脑子 你们这个脑子是 我再念一遍啊 我再念一遍啊 姐妹邻居们替我替我想想啊 这个这个 钱顺丰借王富贵两万元钱 二姑姑 换钱吧来吧 换钱吧 我换什么钱 你爷爷借了我两万块钱 不是 这纸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怎么是 我爷爷管你借两万的啊 就是你爷爷借 小米烈来来来 哎呦我的天呐 你看看你看看 别别别你别吵吵 别吵吵啊 有借条 我赖不掉吧 找个明白人给评评理行不行 我爸我爸在家呢 你叫我爸 你拉倒吧 你们是一家人 你跟他一咋过 他不就像了你了吗 我咋过什么 我咋过 是那样人吗 我 叫我爸 叫我爸 你叫我爸 行行 我叫了啊 你叫 范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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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 小点声 你这里有牌子 我又不留 啊啊啊 那个 范爷爷 我这是张戒条 你给做个证吧 这个挺明白吗 这晚上看不明白啊 你看 你三十好几个人了 你可真行 就这点晚上整不明白 你看你看 钱师傅 把钱还人家 我还什么钱呀爸 我借给王叔 这两万块钱的时候 你在场啊 是吗 怎么不是呢 你想想 你看这日期 想给你看 范儿是这么回事 就是那天 你看这日子吧 就那天你爷要走 要出门 然后他来找我借钱 我哪有钱呢 然后我就 拿了两万块钱 给你爷了 啊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你们一家人 向着一家人 一家人就把这事 给定了是吗 你看 你什么玩意 你 哎 电话 什么玩意就这么定了 我是那样人吗 我爸也不是 看看 你爷爷来的微信 你看你爷的 看见这转账没有 转给我的两万块钱 啊 谢谢顺风 当初借我两万块钱 如数奉还 怎么的 我跟你说 不是你 那个 二估计对不起 误会来 什么事啊 你跟你爷学去吧 你看你爷平时 习了骂号的 那是个讲诚信的人 对 做人就得像我王叔这样 是不是 这才叫男子汉气概 汉气概 带着带我不管 我启动资金 又泡汤了 哎呀 能不能憋过去 都说我不喜欢你 挺大个人了 遇点事就哭哭唧唧的 就你刚才说 要捣动那点东西 都得陪着你 浑身上下 从里到外 就剩你自己了 想想想想想 别哭哭咧咧的啊 想创业这是好事 二姑父知道了啊 没事 两万块钱 二姑父借给你 二姑父 你再借我呀 你别说借给你 两万块钱 送给你 那个小美金 二姑父 跟爸回伍吧 怎么的 咱们把这雷区让给他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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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姑父 他们都走了 你说的事是真的假的呀 你过来 这边吧 我跟你说 你别说两万 二十万 我送给你 我干嘛 二姑父 外面下雨了 我都给你押了